这谁出的题目 把你手机留给我 这个人选他不能要 原来我在你心目当中是这样子不靠谱的是吗 他比较难搞的 他最会撒娇 我一点都不为所动 曾宝琴后来也做了当家主母 你觉得他当的怎么样 好好说 你觉得他当的怎么样 说实话 当然 当的很烂 对 我只是说的话 这个生意吧 谁对谁撒娇 曾宝琴对谁最喜欢 我对你撒娇 对 表演一下 就是说 女人的万种风情 我完全没有 就是你在戏里边演的那种 就是我缺少的那一部分 我要好好学习的那一部分 你不需要 给我买杯咖啡粉 从开机就是要给我送一杯咖啡粉 我多久说过 开机的时候就要送一杯咖啡粉 我多久说过 开机的时候就要送一杯咖啡粉 他最会撒娇了 他没有 没有 我一点都不为所动 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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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浓 加一个胶囊 到一个浓缩 明天早上 好热 我是说真的 好热 我是说真的 听到了娇 明天早上 一杯 超大杯的 热的 濃米拉铁 谢谢姐姐 我告诉你吧 也就是我坐这儿 你看我换一个任雪堂坐这儿 他绝对不是这样的 那我是怎样的 你模仿一下 你模仿一下 我是怎样的 我会怎么样 忽小忽小的大眼睛 然后那个眼睛柔情似水啊 那天我看了一个小片段 为任雪堂吃那个红色的果锅 你知道吗 那个手我都快伸进去了 是他自己拍的 那是记性的 你知道吗 你要问那个徐海桥去 那是记性表演的 我们没有走过去 就是三二一来就是赏回的 太友情了 我就是这样为他 让他自己咬过来的 是他自己 是他的问题 这个人太无耻了 我觉得 所以说这个任雪堂不能要 沈翠喜 曾宝晴 书芳 仁雪堂 为良工这五个人 如果靠城 靠什么城去啊 可靠一可 姐姐 你会怎么安排 我觉得第一个肯定是书芳 是书芳不是你啊 有你哦 我啊 对啊 第一个肯定是沈翠喜 第二个书芳 第三个为良工 第四个曾宝晴 第五个仁雪堂 原来我在你亲密当中 是这样子不靠谱的是吗 你说我不靠谱吗 如果任雪堂不在的时候 他很靠谱 因为他在我也很靠谱啊 为什么 他就开始跟我争 哎 本来人家要娶我的 你看又来了 又来了又来了 你看本来人家是要娶我的 要是你插足进来 那我也没办法 老苏人非要我插足 你以为我想插足啊 这是一个灭恋啊 那你不都说是我不靠谱啊 我很靠谱的 我对你很好 拿着任雪堂的那封信还在那儿 他给我留的信你没有吧 那是真的 但是那是我是为了气你的 我带你心在你这里 你看别人书邦从来都不会说这样的话 书邦对我可好了 我只是把我心里所想 跟你讲 满满的爱 最想对曾宝晴说的话是 长点心吧 你长点心吧 他做了很多蠢的事情 在我看来特别蠢 感觉他设立了一个圈套 然后要把自己嫁 对把自己嫁出去 对把自己嫁出去什么的 什么的 原外张原外王原外什么的 就很蠢的我看来 其实也是可以理解为病急乱投医吗 他就是为了救 是不是还是爱对你的爱 对对对对对 你认不认了 我认了 翠喜最羡慕曾宝晴的哪一个方面 敢做敢媒 然后很活得很自由 对这是翠喜没有的 因为翠喜从一开始就是说被这个大家庭所束缚住的一个女人 对没有自己的一个女人 这个是我很羡慕 开锦西房就很扭 但是人家曾宝晴一开始就是这样 玩过我自己 你会发现我后来回去了 我们俩关了 你会觉得 那是因为你爱血糖 所以你就完全就回去了 所以我们俩好比围城 城里的人想出来对城外的人想进去 如果穿越到现在 你觉得沈翠喜和曾宝晴会分别做 没有什么职业 我觉得沈翠喜肯定是CEO 曾宝晴会做 做个设计师吧 是吧 是吧 你做CEO 好 我发的工资 老板 加薪 加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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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